好 各位長老 各位知事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來分享神的話 當張國光 長老跟我約這個實驗的時候 我想說正好是父親節 所以我想我們就來談一下 跟這個家庭婚姻相關的議題 所以我今天有一份簡單的講義 主要就是列出經文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拿到 所以這上面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這兩次的議題呢 今天是我們的重點是要談到神的精英設計 要談創世紀第二章 下一次我們要談這個新約以夫所書第五章 我們主題是回歸神的美意 這兩次的專題 我們要跟大家查經 主要我們要查稿聖經的摘要是這樣子 就是說神創造 如果你可以讀上面也可以 或是看上面 就是神創造那個 灌入 賦予人類崇高的生命意義 來管理他的傑作 又設立婚姻制度 透過夫妻之愛來建造家庭 使世人得享天文之樂 然而 曾幾何時在就位世界的父系社會體系中 妻子孩子奴隸被視為當家男人的財產 新約世界亦是如此 在羅馬帝國中 父親在家中有至高絕對的權品 甚至可以主宰孩子跟奴隸的性命 基督信仰轉化這種社會規範 講求夫妻之間 夫妻 父親與兒女之間彼此互敬互重 從而奠定家庭和睦的根基 回歸神設立天文之樂的美意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 要跟他 這兩次要跟他談的一個主要的內容 那在我們這張講義上面 我們除了今天 第一段經文是就位的經文 應該是從就位經文我們了解 神怎麼設立這個婚姻跟家庭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新約的作者保羅 他在哥林多前書裡面這一段呢 他怎麼來應用 創世紀第二章 跟創世紀第一章的相關的經文 所以這一段呢 我把上面的這個大綱列在那裡 大家可以看講義或是看上面 主要這一段 他的議題不是在講 蒙頭不蒙頭的問題 待會給他細講 這一段主要是在談領會者 就是如果在教會當中 你上台禱告我講到的時候 的怡龍問題 特別是頭髮的問題 所以第二節到第六節 談到保羅怎麼規定 那接下來第七到十二節呢 保羅就是引用就位聖經 創世紀第一章 跟今天主要我們要看的第二章呢 來說明他為什麼要這樣來規定 跟哥林多教會規定 他們當時上台領會的人 他的議論要怎麼 為什麼他這樣規定 他主要說是根據神的創造 跟設計的這個理由 最後有個總結 就不提 所以我們今天呢 這段經文 我們主要是要談中間那一段 保羅怎麼去應用 今天我們所要看的這段 創世紀第二章 那還有一部分是 跟創世紀第一章是有關的 所以這是我們第二段 然後第三段呢 我們就是要提到現代應用舉例 就是談到這個 進行會的信仰學院 因為我自己是進行會背景 那我在1987年到2000年的時候 在德州的進行會神學院接受造就 所以在那時候的 我在當學的期間呢 進行會裡面有關這個議題呢 就是男人跟女人之間的關係的議題呢 是很大的議題 所以後來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版本 2000年版的進行會的信仰的信息 就是說進行會 因為進行會原本不是一個說 有教條的這種宗派 他這個所列的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主要是給大家一個參考怎麼樣 來瞭解聖經 我說本來是這個意思 那現在已經改了 所以那時候2000年的時候 產生一個新的版本的進行會的信仰跟信息呢 是跟他的舊版1963年裡面 就差了一條 就是最後的第18條條款 就是有關家庭的條款 所以我跟他說明這個議題 在我在進行會從我在當年讀神學院 一直到今天呢 在經濟當中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所以我不知道貴教會的 在這事情的立場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都 就是按照聖經裡面 第一個我們先看創世紀裡面神怎麼設計的 然後再看新約保羅在哥林多前述這一段 他怎麼去應用這一段 那有關進行會怎麼應用這些經文的現象呢 我想我們下一次再談 因為今天可能時間不太夠 好的 所以下面呢介紹 基本上我跟他談一下所謂的解經的議題 我們要解經的一個難題 不管是不是就是專門做教導 還是說你自己在家裡讀聖經 你都會碰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聖經裡面這麼多的內容 到底哪一段要按字面解經 哪一段要按它的象徵意義解經 這個議題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會碰到的問題 那當然我是大學才信主 所以剛剛我信主的時候 人家就告訴我說這本書是神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很慎重來讀嘛 所以一剛開始讀的時候 我們的觀念或是我的觀念 他們認為說這本聖經是神直接跟我講話 所以我們比較會傾向什麼呢 按字面解經 可是呢當對聖經了解久了之後 慢慢就會發現說 聲音裡面有些地方 就是它有它的象徵意義 所以不能全部按照字面來解經 所以這個議題呢 基本上是沒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有人會問說 能不能請你給我一個答案 讓我知道說 我讀聖經的時候 讀到這一段 我應該按字面解釋 讀到另外一段 我應該要象徵意義解釋 基本上 沒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所以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這是解經的難題 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 不要光談解經 光談聖經的版本 每一個版本之間 它的翻譯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因為這個難題就存在那裡 到底你是按字面解釋還是要按象徵意義解釋 所以接下來的議題呢 就是我們要了解到 聖經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如果 我們認為說聖經就是 神要讓我們每個字都按照字面解釋的話呢 那我們的解經就會有一種方式 但是如果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聖經裡面呢 絕大部分都是給我們一些事件 所以裡面從就約到新約 絕大部分 是給我們一些事件 讓我們看到說 在舊約 在新約那時候 當這些信徒 他們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神怎麼去引導他們的 還有包括什麼 他們怎麼去了解神的話 那也就是說 他們了解神的話的 那個現象呢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有些他們了解是正確 有些是不正確的 所以這叫做動態的案例 就是 同一件事情呢 在不同時代 不同的信物當中呢 我們可以從聖經裡面發現 他們對那個事件 他們的處理方法 他們的看法 有時候是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叫做動態的案例 那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現象就是 猶太人呢 他們是 基本上都是信一神 就是耶和法絕對一神主義的 雖然他們在亡國之前 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 他們被巴比倫所滅之前 他們基本上 他們沒有專心敬拜耶和法 他們敬拜耶和法 他們也是拜其他的神 但是呢 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 他們被 就是說 他們亡國之後 他們開始痛定思痛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他們真的是 專心敬拜耶和法 不過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因為他們受不同的 帝國的統治呢 他們會受到不同文化衝擊 所以他們受到不同文化衝擊之下呢 他們對 一些 以前的人所留下來的 這些看法呢 他們會有不一樣的調適 比如說他們受 波士文化衝擊的時候 他們對某些議題的了解 是一種方式 在接下來 他們受希臘文化衝擊之後呢 同樣的議題 他們會了解也不太一樣 然後在接下來受 羅馬帝國統治的時候呢 同樣的議題呢 他們的看法也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是我所謂的 動態的案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每次我們看一段經文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去了解說 到底那段經文呢 神只是在描述 在那個處境之下 古受的以色列人 猶太人 或是新約的信徒 他們怎麼樣的 來回應神的領導 還有他們的了解 正確與不正確 他只是在描述這個呢 還是說 他要規定我們就是說 如果 新約作者怎麼講 我們就要怎麼照著做呢 所以這個所謂的描述性跟規範性的議題 所以這個是聲音的本質 我們必須要了解一個 就是你在讀經文的時候呢 你除了按著字面 到底是要按字面解經 還是要按象徵意解經之外呢 你都必須要不斷去了解說 到底這段經文是在描述當時一個現象 還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論在任何文化存音之下 我們都必須照 那個段經文所寫的去形 所以就是規範性跟描述性的區別所在 那最後 解經的關鍵 兩大關鍵 一個在語文 一個在他的背景 今天我們 不要講解經 光講這個聲音的翻譯 為什麼有那麼多版本 然後大家裡面翻譯不太一樣呢 到最後都是這兩個議題 有關對言文的了解 跟背景的了解 那首先有關言文的了解呢 我們必須要了解 舊語裡面呢 原本猶太人的母語是希伯來文 等到公元586年 公元前586年 他們被掳到八百年去之後呢 那時候的世界語文呢 是亞蘭文 亞蘭文可以說就是今天叙利亞的古代的文字 的一種 所以從公元前586年之後 猶太人的母語變成是亞蘭文 那亞蘭文呢 跟希伯來文是同一個語系 他們有一樣 但是也有不一樣地方 他們雖然是同一個語系 但是呢 是兩種不一樣的語文 所以從公元前586年一直到耶穌的時代呢 猶太人的母語是亞蘭文 所以耶穌傳道的時候呢 他用的語文是什麼呢 亞蘭文不是希伯來文 他們那時候在聚會的時候 在會場裡面聚會的時候呢 他們讀的是希伯來文的內容 讀完之後呢 是用亞蘭文在講道的 因為希伯來文已經大部分人都不會讀了 要有學過的人才懂得怎麼讀 所以他們讀經的時候呢 讀經的那個儀式裡面呢 還是讀希伯來文 但接下來講道、解經、討論呢 都是用什麼 亞蘭文 這是我們不要了解 耶穌的母語是亞蘭文 現在麻煩了 耶穌本來用亞蘭文講的話 後來我們的心願生理裡面都是什麼 希臘文 所以從亞蘭文翻到希臘文的時候呢 又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當中我想我們每一位 可能至少都會兩種語言以上 至少我們在講美國 我們講說 我們很多人都懂得中文跟英文 所以我想你都有經驗 要把中文翻成英文 跟英文翻成中文 裡面都會少掉一些東西啦 因為這是語言的現象 這沒辦法強求的 所以這不是我們翻譯聖經的人 他不努力或怎麼樣 不是他們很努力的 但是因為語言上的問題呢 你就會產生大家不同的了解 所以我在敘述裡面 舊約原來是希伯來文 到了貝魯之後 一直到耶穌那個時期呢 他們用的是亞蘭文 可是新約寫下來是希臘文 所以經過這三種語言的轉變 當我們去讀希臘文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去判斷就是說 讀的明明是新約是希臘文 但是有時候這個希臘文 他是在執意亞蘭文 或是這個希臘文 他是在用亞蘭文或希伯來文典故 所以如果你是完全照希臘文的字面意思解釋的話 就錯了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完全不懂 亞蘭文跟希伯來文的背景的話 你光看到希臘文 明明這個希臘文是這樣講的 但是如果你懂得 亞蘭文跟舊約希伯來文背景的話 你會知道說喔不是 這個希臘文是在翻譯舊約哪個希伯來文 或是翻譯耶穌講的哪個亞蘭文 他的意思不是那個希臘文本身的意思 所以這個議題是很複雜的 待會我們就會舉例 大家就了解 另外就是背景問題 就是翻譯的人或解經的人呢 他對這個背景了解了多少呢 會跟他怎麼去解釋字面意思呢 是會有很大的影響的 所以這兩個議題呢 會為什麼會產生我們今天 翻譯聖經 大家都很努力的翻譯 但是呢為什麼大家的內容不太一樣呢 主要是這兩個問題 下面我們就會有十一例子 來幫助大家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讀 錯失意地要用這一段 我們來讀一遍 待會可以幫助我們怎麼了解他裡面的一些細節 預備 請 耶和華神說 那人讀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 和空中各樣飛鳥 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麼 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 和空中飛鳥 野地走獸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耶和華 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 又把肉合起來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個女人 領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說 這是我股中的股 肉中的肉 可以稱他為女人 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所以這段經文的主旨呢 是神設立婚姻制度 透過夫妻之愛來建造家庭 使世人得享天輪之樂 所以我今天要用三方面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 今天我們看到神設立婚姻呢 丈夫其實這件事要彼此幫助 第二個要彼此欣賞 第三要彼此聯合 好的 所以我們要來聊起這段經文之前呢 我們必須再回到創世紀第一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節來看到 他怎麼記載神創造人的 這裡提到說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哈里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著其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二十八節 神就制服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 變滿地面 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哈里的魚 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所以基本上這三節你提到 當年神造人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來代表神 來管理神所創造的一切 那神要人管理這麼大一個世界 最重要你需要什麼 足夠的人手 所以這裡為什麼提到要什麼 生養眾多 變滿全地 沒有人你就沒辦法來管理這整個地 所以這裡很重要 就是神造人造男造女 讓他們經過結合之後 剩下後代才能夠不斷的 有人在地上怎麼樣 來代表神管理這一切 所以第一章裡面這三節呢 主要談到神當初造人的計畫 是這個樣子的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是神的數學 兩個人一男一女一家一等於多少呢 無限大 如果大家照神的意思做了 所以呢我們知道 不光是人 在神所造的生物界裡面 絕大部分生物都是兩性繁殖的 也都是必須要一公一母 才能夠繁殖下一代的 那當然有少數的生物是什麼 是可以單性繁殖 或是說吃雄同體 那個是很少數 覺得他們都是什麼都是兩性繁殖的 所以神透過人也是一樣 人也是生物的一種嘛 如果我們從生物角度來看 所以人透過男女呢 結婚之後才有辦法生下那個子女 之後子女又結婚 結婚之後就開始產生姻親嘛 所以呢到最後怎麼樣 全世界呢就變成我們 中國話或華語 俗話講說四海之內皆兄弟 五百年前是一家啦 所以基本上 不管人類有多少個種族 但是呢如果大家 必須時間都有姻親關係的話 你可想還是怎麼樣 世界太平啦 不需要去立法 什麼美國人權法案 不需要的 所以這省本來的設計 這婚姻的重要性 就是說婚姻會再產生姻親嘛 所以可以把全人類呢 都結合成一家人 所以這是神 原來的設計就是這個樣子的 好現在我們來看這段經文 第一個我們來看 在第二章裡面看到神的這個 這個敘述的過程當中 怎麼看到說 他要丈夫跟妻子是彼此幫助呢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來 談到一個所謂的文學特徵 叫做文框 文框的那個術語呢 這個是拉丁文叫inclusio 這個字你把它加一個 後面加一個n呢 就變成英文的inclusion 那意思是類似的啦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古代的人 他不像他們 他們的傳播都是靠什麼 口傳跟耳聞 不像我們今天呢 可以用電腦印出一張紙出來 大家看了這個格式 就知道說今天的內容是分哪幾段 大家可以一清二楚嘛 那古代是用口傳或是口述耳聞的這種文化裡面呢 他們就有這種所謂文框這種 格式來幫助聽的人呢 你怎麼知道講的人他怎麼分段的 所以他們古時候的人他要講話的時候呢 他要把他的那一段的重點 他會在那一段一開始講一次 到結束的時候又講一次 所以他會把那一段的關鍵字 或是主要的思想 有時候稍微把它變幾個字 但是思想是一樣的 就主題是一樣的 他會一開始講一次 到最後又講一次 所以以前用聽的人呢 他聽到同一個字或同一個意念 第二次被講出來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上面講的是什麼 是一段 然後他的主題是什麼 所以這個我把它翻譯成文框 就是把那一段叫個框框加起來 所以這種文學特徵呢 是聖經裡面是到處都是的 以後你注意 你注意注意 譬如說羅馬書裡面聽到說 誰能施我們與神的愛隔絕呢 講到後來的時候他講說 誰就沒有人能夠施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 他先講神的愛隔絕 到最後講說與基督的愛隔絕 聽的人他知道 前面上面是一段 就是誰能夠使我們 與神或基督的愛隔絕呢 所以這種文光信仰 在就位到心語裡面 是非常普遍的 以後你注意看 你就會發現 但是有時候呢 是因為我們翻譯的時候 翻譯的人沒有翻一字 所以你就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讀原文的話 就很清楚 所以像這段話裡面呢 18節提到說 要造一個配偶幫助 最後到二十節又提到說 沒有意見配偶幫助 所以以前聽的人呢 他知道說 喔這一段的重點在講什麼 需要有一個配偶幫助 好的 那所以接下來 我們開始和本 我們就舉兩個版本 因為今天中文本 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們就舉兩個 我們比較常 以前常聽到的 像和本 翻譯說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但心語本呢 翻譯成 造一個和他相配的幫手 所以這種翻譯不太一樣 就會帶出不太一樣的解讀 所以我們來看原文是什麼呢 原文我要為他造一個 後面呢 就三個字 第一個字是 幫助者 第二個字呢 是介系史 就如同什麼呢 第三個字 面對面 所以這個就是 原文意思想說 神說我要為他造一個幫助者 好像跟他在他面對面一樣 這是原文的句型 那意思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幫助者 我們翻譯成配偶 這是什麼 跟他互補的 所以直譯的話就是說 神要為他造一個 與之相對的幫助者 所以英文 我們可以翻譯成說 helper as in opposition to 意思就是說 互補 這兩個配偶是互補的 所以在這裡基本上 這個幫助者 這個字在原文的意思呢 是沒有分高下的 就是說 沒有在分說 這個幫助者 比被幫助者 是更高還是低一點 完全沒有在談這個地位問題 他只在談神的設計 就是說 妻子審視裡面的 丈夫跟妻子的功能就不同 所以因此呢 男人跟女人是那個特徵 不一樣 包括性別上的 所帶來的各種特徵 都不一樣 所以他原來是要強調 是這一點而已 好的 但是呢 我們賭金的人呢 自然大家會想說 那我怎麼來解釋呢 所以對這個幫助者怎麼解釋呢 就看你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如果對男權主義者 這是我講的題外話 基本上 2016年美國的總統大選 基本上 不是光是民主黨跟共和黨之間的競爭 還有包括什麼呢 男人跟女人之間的競爭 到最後 為什麼有人要選這個 不選那個 到最後跟我們今天要談這個經文 是有關的 基督徒的話 因為我們基督徒做事情 我們都說 我們做事情都要有什麼根據 聖經根據嘛 所以我們基督徒 我們要選總統 我們也會找聖經根據 那至於你怎麼解釋這個幫助者呢 就會產生不一樣的了解 所以對男權主義者認為就是說 已經先認為神 認為神造男人是在女人之上的人呢 他就會解釋說 喔 幫助者是指這個地位能力較弱的人 譬如說我們辦公室裡面的助手 他只會做一些比較琐事 比較簡單一點的 所以呢 我們這個老闆 或是這個有專業技能的人 他就不要花寶貴時間去做那些簡單的 吃一等的琐事 所以就由這些助手來做 或是今天下院到了很多人都要找 internship 免費的去學嘛 然後這個公司政府機構很高興有這些人 可以來做一些雜事嘛 所以呢 如果從男權主義角度來看的話 幫助者意思是什麼 是比他低等的 這個階級的人 那反過來 因為美國近代這個女權運動高漲 我們先不講這個運動本身 但是如果從女權運動 或是女權主義者來看的話 他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為什麼需要幫助 是你能力不夠 你能力不夠的話 你需要幫助嘛 所以這樣幫助你的人是什麼 比你能力更強的人嘛 所以呢 他就會把這個幫助者翻譯成什麼呢 救星 他是你的救星 因為你做不到 你才需要幫助嘛 好的 所以現在我們先不管 先不用這個意識形態來 來 來 了解這個問題 我們先搜尋聖經 待會我給他 舉例 就是從1990年代開始 美國已經有好幾套 這個聖經原文工具軟體 所以你用那個原文工具軟體呢 你再點一下那個字 不到一秒鐘 從他把聲音裡面出現那個字的地方 全部列出來 這個在1990年以前 在1990年以前 有這種軟體之前 解經家做不到的 因為在1990年以前 如果你想要了解 聖經原文一個字 出現在哪幾次呢 你怎麼辦 你就知道從創世系開始讀吧 你從創世系 而且讀原文喔 你不能讀翻譯本 你要讀原文 從創世系讀到啟示錄 你為了查一個字喔 你至少要花幾個月的功夫 你才能夠把那個字 在就位跟姓名出現的地方 在哪裡 你把它做筆記 這還不包括解讀喔 你光把它理出來 至少要幾個月 但今天呢 不用 不到一秒鐘 待會我給他示範 不到一秒鐘答案都出來了 所以呢 如果我們今天搜尋喔 這個地方這個字 幫助這個字呢 如果我們搜尋聲裡面 全部出現的地方呢 基本上喔 它大部分都用在什麼 神幫助人的地方啦 所以呢 如果 女權運動者呢 她很喜歡聽這個 這個結論 她說欸 聖經裡面 這個字的意思 絕大部分都是用在神幫助人嘛 那當然這個 幫助者是什麼呀 是救星嘛 但是呢 姐姐沒有那麼簡單 姐姐沒有那麼簡單 這還牽涉到 聖經裡面的議題對不對 主題的問題嘛 OK 所以呢 也不能光從生裡面 這個字出現的頻率 絕大部分都是用在神幫助人 就來斷運說 這個字 在創世紀第二章的意思 要表示什麼 是救星 不能這樣解決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從那個字 在那段紀錄裡面 上下文來看 它什麼意思 所以呢 基本上 不能光用這個一個字 就是說光看字 來決定它的意義 你要看上下文的意思 好的 另外 我們看到 神 在這段紀錄裡面呢 祂先造一個 再造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先不講男女 而且更不要講亞當夏娃 因為在創世紀前三章裡面 到第三章結束之後才有提到 要不然之前呢 他很一致的 都是沒有提到亞當夏娃 然後提到什麼 男人女人 或是大陸跟他提 男人女人 或是戲的丈夫 雖然我們合本裡面 在第二章第七裡提到說 神吹一口氣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名叫亞當 永遠沒有名叫亞當 永遠只有講說 他就成了有靈的 而且沒有有靈的 永遠只有講說 他就成為活人 我再講一次 就是傳統裡面講說 神吹一口氣 然後他就成了活人 只有這樣子而已 但是我們合本加了兩個字 一個成為有靈的 第二個名叫亞當 永遠都沒有的 所以永遠非常一字 他都在談什麼 男人女人 或是丈夫妻子 所以這裡 為什麼先造一個 再造一個呢 第二章提到說 他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就他 他為所有的動物命名 所以他那裡是很熱鬧的 因為什麼 因為他的旁邊就是什麼 有套句那一句 我們那個 那首歌 王老賢神 有快地 他啊 他啊 有 所以 那個人的旁邊是很熱鬧的 有很多的生物 但結果是怎麼樣 沒有一個跟他一樣的 匹配的 OK 所以呢 為什麼神要先造一個再造一個呢 我們可以用一首詞 這就是這個親意案 我們來了解一下 所以 這首詞這樣講的說 東風夜放花千樹 更催落心如雨 阿瑪雕車翔滿路 奉霄生動 玉湖光轉 一夜 魚龍舞 鵝爾雪柳黃金呂 笑語盈盈暗香去 眾裡尋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藍山處 所以重點就在這裡 眾裡尋他千百度 那 剛剛我們剛剛講說 那人旁邊是有很多生物在那裡 是很熱鬧的 他不會沒有辦的 可是怎麼樣 他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就跟他完全一樣 重點是跟他完全一樣的 所以那人需要什麼 跟他同一個物種的一個伴 所以神就是用這種 掉胃口的方式 這樣他才會珍惜嘛 你想想看 一開始就 兩個一起造的話 結果怎麼樣 可能打架 跟我們家裡的孩子一樣嘛 OK 但是這裡先造一個 讓他 東找西找 找不到 雖然他旁邊很多生物 但沒有跟他同一種物種的 所以這樣他才會珍惜 好的 但是呢 這種先後的關係呢 在聖經的另外一處 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但是在聖經另外一處 他有另外一種解讀 就新約 提摩在前面這裡 提到說 我不許女人講道 原文是教導 原文不是講教 講道是講教導 然後後面再提出聖經的根據 為什麼呢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 後造的是夏娃 這是第二章 然後接下來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 且是女人被引誘 現在這裡 這是創世紀第三章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在時間 再講創世紀第三章 我們快講第二章就好了 所以這裡 我們看到 在提摩在前述的時候 他在某一個場合 他要應用 這段經文的時候 他是這種應用法 用先後順序來講 他為什麼講說 不許女人教導 但是呢 我們又要回到聖經裡面的寫法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聖經這種內容 到底是描述性還是規範性呢 這時候我們要小心去判斷 所以 聲音裡面另外一種文學的手法 這個我們都很熟 叫什麼呢 好戲在後頭 壓軸好戲 所以我們看到 創世紀第一章裡面 提到六日創造 什麼時候才提到人呢 最後就是天地萬物都造齊了 包括地上的洞都造齊了 才講說神造人 然後賦予人一個什麼重任呢 就是管理神的創造一切嘛 剛剛我們讀到 所以呢 在神的創造萬物裡面呢 最後造的 他的地位是什麼樣 最高的 不要忘了 不是先造的 比較高 是什麼 我說按照他描述 所以大家特別要了解他的文學手法 文學手法裡面 他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 我們今天用這種所謂 我們今天的舞台聚光燈來比喻 到後來六日創造的時候 不是很多東西 很多灌物在那裡嗎 請問這個聚光燈是造在誰身上 人身上 所以他文學手法 所謂壓軸好意思嗎 在後頭 所以一樣 第二章裡面提到說 先造男的 再造女的 最後我們會看到 他重點在講什麼呢 女的 重點在講女的 待會我們就可以了解 所以下面 基本上 這裡要提到的是彼此欣賞 所以這輪裡面 這輪紀錄裡面 完全都提到彼此彼此 完全沒有在分高下的 好的 所以 這裡提到就是說 當神造 造了這個女人之後 領到那人錢 跟錢的時候 那你說什麼呢 這是我 鼓中的鼓 肉中的肉 所以現在 我們就要了解 這整個細節裡面 就跟解經 跟原文有關 第一個 我們都翻譯呢 很一致的 自古自經呢 所有的聖音 都翻譯說 神是從男人身上 拿出一根肋骨 造了一個女人 但這裡呢 我們今天解經的時候 我們都相信 我們都是用什麼 象徵性的解經 我不知道 貴家會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說 就認為說 這裡 神拿出一個肋骨出來 造一個男人 是完全要造自願解釋的 我想我們大部分的人 到這一段 我們都是 比較偏向是 象徵性的解釋 開玩笑講 請問你摸一摸 我們男人身 有沒有少一根肋骨 沒有啦 男女都是一樣的啦 對不對 所以一般 我們都對這段經文 我們偏向 我們偏向是 象徵性的解釋 但是另外還有很重要的資訊 肋骨 原文是叫 這個字 基本上 在聖經裡面的用法 或在這一段裡面的用法 它不是解剖學的用語 它是建築用語 是建築系 建築的用語 它什麼意思呢 它是講一個建築物的一邊 或是一個東西 譬如說像這個講台 你建好之後 它不是有邊嗎 它指這個邊 所以它不是指 那個解剖學用語 它是指建築學用語 一邊 所以原文講說 神就拿它一邊 是什麼意思呢 拿它一半 不是只有拿它一根出來 拿它一半 所以這個 我就用我們這個中國字 這個不是我們中國字的造字原理 不是 這純粹是我們現在 看半 這個字是什麼呢 一個人 還有一半的半 所以什麼叫 你的伴侶呢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這個不是中國古代造字原理 我們純粹用現代的字來看 所以呢 這個半呢 就是 紫若神拿出一半出來 來造 所以原文這個 不是肋骨 所以大家想一想 今天肋骨裡面 最大的部分是在旁邊還是在前面後面 不是在旁邊嘛 我們肋骨最多的部分是在哪裡 前面後面嘛 但是呢 我們古時候解經的人呢 或是翻譯的人呢 都想說 旁邊 哪一邊 什麼意思 這旁邊有什麼 想半天就想要肋骨 但是你知道肋骨最重要 主要肋骨所在的地方不是在旁邊 好的 那所以呢 這個第一個 這個字到底怎麼解釋 我們就一樣要搜尋聖經 搜尋聖經 所以現在 我們就來介紹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叫BibleWorks 叫BibleWorks 它現在已經很不信 已經不賣了啦 但在1990年代我剛剛提過 美國有好幾套聖經運用的工具 不是只有這一套 但這一套是我習慣用的 所以這一套 我們如果來搜尋這個字 肋骨 我們翻譯肋骨這個字 好 搜尋的話 你會看出現 它出現四十幾次 四十九次 但是呢 它裡面有包括其他字 我們長話短說 基本上 這個字 在聖經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在講那個 建築物的一邊 所以現在呢 譬如說 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單子 歷史上 我們看下面 這個 出外籍記 二十五章十二節 提到說 當年造這個約貴的時候 它提到說 也要住四個金環 安在貴的四角上 這邊兩環 那邊兩環 有沒有 這個邊就是這個字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往下 它這個歷史裡面 到這個 六王紀上 六章五節 提到說 當年 建聖經的時候 靠著墊 墻 圍著 外墊 內墊 造了什麼 三層旁屋 旁邊這個旁 英文就是這個字 就是那個墊的本身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緊接著它的旁邊呢 又蓋一些房間 有時候做那個其他用途啦 包括出場室 所以這個旁 就是這個字 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下面 譬如說 以西結書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知道 以西結書四十章五節呢 它也提到 以西結書的意象裡面 提到將來的這個聖殿 它又兩墊墻 後六軸 圍著墊有什麼 旁屋 一樣 旁這個字 就是這個字啦 所以我跟大家說明 如果 如果你有這個生意軟體 不一定要用BibleWars 你用所有的生意軟體 所以你出來的話 這個字呢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字不是解剖寫用語 這個是建築的術語 好的 所以呢 接下來不是只有這個字 還有另外 動詞裡面 就會裡面再提到這個建造家事呢 它的動詞呢 也是用那個建築的用語 所以這個叫Bana 這個字呢 我們翻成 它是造成建成 這是建築用語 所以 這裡提到說 神提了這個肋骨 就是一邊之後呢 就用建築用語 就是造成一個女人 所以這個 這完全一致的 它是用建築用語 所以直譯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說耶穫法神建築那一邊 就是從那人取出來 要成為妻子的 他帶他去那人 所以這裡除了這個 建築用語是很一致的 這個建築用語之外 還有一個文法上的重點 所以每一種文法 每一種語文的文法不一樣 翻譯從另外一種文法的時候 你看不上重點在哪裡 所以基本上 在這一節之前呢 它文法的重點或是主題是在講什麼 那個男人 但等到這一節的時候 它文法的重點是換了什麼 那個女人 所以這個從它的文法 你看的時候很清楚的 轉換主題 但是因為我們翻譯的時候 一翻下來呢 我們看起來主題都在講什麼 男人啦 都是以男人為中心 但是原本的文法呢 到這一節呢 變成是與女人為重點 中心 所以這個 這個可能解釋就是說 神要藉著女人 來建造家世 延續血緣 也就是上帝送到女人 能夠生後代 所以我們知道 今天科技在怎麼發達 你科小孩子 你不可能男人生孩子的 所以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 都很自豪 就是說 我們什麼都行 除了什麼 生孩子之外 就是說我們當軍人呢 我們上山下海 或是上刀山下游鍋 我們都願意 但只有一件事情 你做不來 生孩子 所以這很重要的 這裡要表達的一個 一個現象 所以有關 把那這個建造用語 我們一樣 我們搜尋 這裡面其他出現的地方 一樣非常一致的 神明記二書長九集提到說 凡不為哥哥建立家世的 就是傳宗接代 所以傳宗接代 他們是用建築用語建立家世的 然後接下來路德記裡面 有提到 就是說路德 他們就是祝賀路德呢 像什麼 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結 有沒有看到 神是用女人來建立什麼 後代的 所以這個建立 這個建築用語 是非常一致 出現在聖靈裡面的 好的 下面我們就看 那人的回應怎麼樣 那人的回應呢 我們合本講說 那人說 這是我古中的古 但是呢 有一個字他沒有翻出來 就是終於那個字 那這個英文版裡面 國際版有翻出來說 At last 這個字很重要喔 這個字有沒有這一字 你對那個男人的盼望 是不一樣的 男人對這個女人的看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什麼時候你才會講說 終於怎麼樣了 你什麼時候才會講 盼望很久了 譬如說呢 我現在已經肚子餓了 我想吃飯 但不行啦 還要講下去啊 所以等到待會兒講完之後 可以吃飯 我說喔 終於怎麼樣 可以吃飯了 所以那個終於呢 是表達我盼望他很久了 所以原文是有這個字的 但是呢 很 就是我們的合本呢 把它蠟掉了 但是英文版 國際版有 所以這個看到那個男人的回應是怎麼樣呢 是很積極正面的 那另外 還有其他幾個字 都會看到那個男人的盼望是怎麼樣 所以 這句話直譯應該是這樣子 那人說 這 這回 是 因為沒有是啦 就是 是我古中古 肉中肉 所以我們中文你 要缺了這個字 叫做這回 這叫哈 哈 這個 我們缺了這個字 所以 這什麼意思呢 表示 剛剛我們提到說 那個人 為所有動物命名嘛 那什麼意思呢 你怎麼為動物命名 就是你仔細看著這個東西 給他一個名字嘛 也就是說 那個人呢 他看遍所有的 他看了好幾回 看到這個 這個是狗 很可愛 但是是狗 看了好多回 看不到什麼 跟他同一個物種 這時候他想說 喔 這回 這一次 看到什麼 跟他一樣的 那個物種 第一個 這回 叫哈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字 但是我沒有翻譯出來 接下來 他說 我 骨中的骨 我 肉中的肉 這個是西伯拉裡面在表達 最高級的用法 我舉個例大家都懂 我們講說 教委裡面有提到神 是什麼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那個原文就是什麼呢 就是 耶和華神或是耶穌是什麼 是王中王 主中主 第一個王呢 我們 我們是道過 原文是講說 單數的王 後面是複數的王 所以就表示說 你是所有王裡面什麼 第一位 所以這個 但是我們中文叫個萬 英文沒有萬 英文就是說王中王 主中主 所以一樣的 英文就是什麼 喔 這回 是我的 骨中骨 肉中肉 要表示什麼意思呢 這個男人在講說 是我裡面怎麼樣 最好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所以這個表達方式 比英文的方式還更好 英文有時候都會 男人會很虔稱 說 這是我的太太 my better half 這是我 比較好的那一半 但這裡講的不是 光是比較好的那一半 這就是最高級的 是我裡面什麼 最好的 所以這個是他 原文的骨中骨肉中肉 就是說我骨中的骨 他永遠有個我 我骨中骨 我肉中肉的意思 另外 他原文還有一個句型 這句話裡面呢 他用了三個字 這就是 講這個女人啦 我想你大概有同樣經驗 你在盼望一個什麼東西 後來突然來到了 你講不出來 你講這這這這 講了好幾次是這 你那個這在指什麼呢 指你想要那個東西 所以這裡原文 他是很明顯 是用這種說法 他講說 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 他稱這女人 或是妻子 還有因為他是從男人 這被取出來 所以一樣 如果你可以搜尋 這個bible works 你搜尋那個字 是這 這裡是臭 他連續出現三次 就是那個人興奮的不得了 講不出來 他只要說這這這 因為什麼 別忘了 還沒有給他命名 到這裡 下話這名字還沒出現 下話是在第三章 最後面才出現 所以在這裡呢 他看到這麼一個 對不起 我用一個笑話 以前我們這個 男人看到女人 就會講什麼 然後吹鼓哨 對不對 所以他一下子 這這這 因為他沒辦法去 還沒找到 合適的字怎麼樣 去修飾去形容 這這這這 所以講了三次 好的 所以基本上 這段經文是給我們 看到 他講說 他稱這為女人 或是妻子 因為他從男人 或丈夫 取出來的 所以這裡我們剛剛說明一下 希伯拉文 跟希臘文 都同樣一個現象 男人 跟丈夫 同一個字 叫做ish 女人跟妻子 同一個字 叫做ish ish ish 就是男人 或是丈夫 ish 就是女人 或是妻子 所以解禁的時候很麻煩 因為這個字 有兩個意思 所以每次翻這個 這個字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向下文 看向下文 是要把它翻成 男人女人 還是丈夫妻子 還是什麼 兩者兼有 這是很複雜的議題 當你翻譯的不一樣 譬如說 你認為他是講男人跟女人 或是你認為他是講 丈夫跟妻子 結果解讀出來 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問題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 這裡給我們看到 這個夫妻不是要戶妻 基本上 因為每個人 如果獨自存在的話 只有什麼 一邊 就好像我們兩隻腳 你這個丈夫跟妻子 獨自存在的時候 就像一隻腳一樣 一隻腳你不會走很遠的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這次的主題叫做 長培君旁 永伴依側呢 就是說一人都是一半 神很公平的 這裡面就告訴我們 就是說 這神運來的創造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基本上 我們從缺一不可 我們幫忙要下一頁 從缺一不可 你就知道 我們下面的態度 彼此要什麼 彼此欣賞 就是說我們如果知道 我們跟我們的配偶 我們都缺一不可 我們如果沒有另外一半 我們就是一隻腳一隻手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要什麼態度 彼此相對呢 彼此欣賞 所以這個夫妻好像我們說兩部合唱 兩部合唱呢 本來是設計了兩部合唱的 結果只一個人唱出來 你就知道 不是很好聽的 所以呢 即使今天這個同性戀議題 這個當中也是一樣 同性戀都明講說 我們同性可以結婚 但是呢 等他們結婚之後 他們之間 他們還是要去定義說 誰當男的 誰當女的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這個議題 同性戀裡面 一對男的跟一對女的 他們之間 他們都會定義說 好 我們兩個都是男的 我們兩個都是女的 但是呢 在我們這個男女女的關係裡面呢 我是 丈夫那一部分 你是什麼 妻子那一部分 所以呢 因為這是神的創造 你沒辦法改變的啦 不管你要DNA 用什麼科學證明 就是說 你怎麼證明沒關係 好 你說這是遺傳 這什麼好 沒關係沒關係 那到最後 你們為什麼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當中還要分 丈夫跟妻子呢 所以神創造就是這樣子 你就沒辦法 沒辦法改變的啦 好 接下來 我們就看到第三點 他講說 故人要 彼此聯合 好的 所以二十一提到說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此聯合二人成為一體 所以聯合這個字呢 他在這個救援裡面呢 是一種蒙約用語 就僅僅抓住 就是今天我們跟人家 簽了什麼合約之後 你就怎麼樣 你要信守嘛 就是說 僅僅抓住那個約上面的所有的規定 或是義務 什麼你說抓住 所以這個是一個蒙約用語 所以我們下面舉一段經文 大家就能夠了解 我們下面 耶利米蘇這裡面提到同樣的字 他說 耶和華說 腰帶怎樣緊貼人腰 照樣 我也使以色列全家 和猶大全民緊貼我 好叫他們屬我為子民 我們知道 耶利米蘇在寫什麼 他們亡國嘛 就是 他們不信神的話 到最後 神宣告審判 他們後來真的是被 辱到巴比倫去嘛 所以 但是 耶利米這次在給他們安慰 耶利米說 神怎麼說呢 就像我現在綁腰帶一樣 腰帶就綁在我的腰上面 他緊貼著我的腰 所以 神說 不論你們被辱到哪邊去 不論是過去未來 你們都是怎麼樣 貼在我身上的 你是我的子民 神永遠不會後悔 不會放棄他們的 所以這個字呢是什麼 盟約用語 就位裡面是盟約用語 好的 所以當我們了解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 下面 我們看下面一段 所以 聖意裡面說 人要離開父母 這意思是不要我們不顧父母 但是 當我們結婚之後呢 我們重點就轉向什麼呢 我們怎麼樣建立這個家世 我們就成為一個家 繼續的繁衍下去 這樣才不斷的什麼 神養眾多 變滿全地 才可以 實現神造人的旨意跟目的 但是呢 很不幸 我們在各文文化裡面都有這種信仰 人都是還是沒辦法完全離開 父母啦 所以都會產生婚姻上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在我們華人當中呢 這是所謂婆媳之間的問題最大 但是呢 在美國人當中 不是婆媳 是什麼 是怨母跟女婿 這個現象 我自己有個親人經驗 就以前我在神學院讀書的時候 隔壁同學呢 是美國人嘛 一對年輕的夫妻跟我們一樣都是差不多年紀 他們還沒有孩子 後來我們先生了孩子呢 我們就標準的華人傳統 趕快從台灣找救兵嘛 就是我岳母呢 他們就過來幫我們照顧孩子 那就只能半年嘛 因為那個簽證只能半年嘛 住半年他們要回去 回去之後呢 再來半年嘛 那我隔壁這個 這個美國人 那年輕的那個美國人 他就很驚訝 所以我岳父岳母走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他說 我很難想像 你怎麼有辦法跟你岳母住六個月 後來幫我才說 喔 原來 美國人的問題 不是婆媳問題 是岳母跟你婿的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 好幾年前有個 有個電視的廣告 這廣告 講說一個男人下班很累嘛 開車 開回家 車子要停到他的dryway上的時候 正好他太太一個text 給他車子裡面一個text 跳出來就說 喔我的媽媽今天晚上要來 結果那個男人做什麼 倒車 倒車出去了 所以呢 每個文化圖裡面都有這個問題 只是表達方式不一樣而已 所以這是人類共有的問題 你怎麼離開父母幫我們重點 我說不是不顧父母 對不對 不是不顧父母 而是你重點要 就是換到什麼 要怎麼建立下一代來開始了 所以呢 這個聯合成為一體呢 它可以提供我們處理感應很多的問題的透視 可以幫助我們看透一個事情 就是說 當我們瞭解這個聯合是門約用語 然後成為一體之後呢 你就知道 這就排除了所謂婚外情 或是禮婚或是多妻 甚至什麼 同性念這個議題就 根本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是 這段經文給我們看到 它裡面的用意是這樣 是彼此 夫妻這邊是彼此彼此 好下面 我們就來看 新約的作者 保羅在哥林多 這段他怎麼去應用 這段經文 所以下面 這一段一開始呢 提到保羅講說 我約你們知道 基督是個人的頭 男人是女人的頭 神是基督的頭 所以這裡翻譯問題又來了 希臘文裡面 aner這個字呢 它可以是男人或是丈夫 gune這個字呢 它可以是女人或是妻子 所以一樣的 碰到這裡翻譯的人 他必須去判斷說 到底這裡是在講 男人跟女人的關係呢 還是講什麼 丈夫跟妻子的關係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這個和本呢 就做了一個手腳 和本這裡 它明明是講說 基督是aner aner就是說 丈夫或是那個先生嘛 但是我們和本 刻意翻譯了什麼 人 希臘文裡面人有另外一個字 希臘文裡面人是anthropos anthropos就是我們今天 那個學問裡面有個叫 人類學嗎 anthropology 那個字有來 所以希臘文裡面人是另外一個字 所以這裡希臘文不是講人 是講什麼 阿內 所以這時候你翻譯的人 你就考慮翻譯男人還是丈夫 那我們大部分的事情都翻譯什麼 男人 但是呢 這個和本當年翻譯的人 他講就不通 那基督只有是男人的頭 那基督就不是女人的頭 雖然下面有把它連下來 所以呢 我們和本的人 他就 我來翻譯什麼 個人 個人就包括什麼呢 男人跟女人 他覺得這樣講得比較通 不過原文不是這樣子 原文是講什麼 阿內 你一定要把它分成男人或丈夫 所以我們大部分把它分成男人 這就產生一種神學了 所以這裡要說什麼呢 幾乎是男人的頭 重點在這裡 男人是女人的頭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就抓住這句話說 男人是女人的頭 表示神的設計是怎麼樣 男人當家 女人都要聽男人的 然後再去想到創世紀裡面 說先造亞當再造夏娃 不要忘了 原文不是講先造亞當後造夏娃 原文是先造男人再造女人 但是我們就聯想 一點點想之後就說 喔對了 神就是這個意思 是男人是女人的頭 所以現在知道 我們那個2006年美國總統大選 除了是兩個政黨之間的爭執問題 還包括很大議題 是什麼呢 男人跟女人之間的議題 所以我們基督徒做什麼事都有聖音根據 所以特別信主的人呢 他到底要選給誰呢 他就會去找聖音根據 所以呢 如果找到這段聖音根據的人呢 你就知道他會投給誰 我們教會不能講 你不能講名詞對不對 但是如果基督徒他找到這段根據的話 還有不是只有這裡 還有其他幾段 你看那個字面意思的話 你就會投給某一個人 所以呢 某一個人會當選是這個原因 這是很重大的原因 好的 在這裡呢 到底他要指男人跟女人 還是要指丈夫跟妻子 待會我們往下看就知道 然後 但是我們乍看這裡呢 好像保在定等級啦 就不管你把人 男人丈夫或是女人妻子 好像都是在講說 男人是女人的頭 然後丈夫是妻子的頭嘛 對不對 看起來都是一樣 但是你要注意看下去 他是不是在講 要定高校 基本上不是的 我們到後面就會看到 所以下面 因為我們很多的聖經呢 都認為他是在定等級 就是說男人高於女人 丈夫高於太太 所以接下來 一章第十節的翻譯呢 就把翻譯成跟這種想法一樣 所以我們就翻譯成說 因此女人為天使的緣故呢 為天使的緣故女人 應當在頭上有 扶全筆的記號 所以就表示說 女人為什麼說禁教要蒙頭呢 就表示她要扶在男人的全筆之下 但是呢 這裡的原文喔 沒有扶也沒有記號這個字 英文只有說 女人應當在頭上有全筆 但這是因為我們全面已經認為說 男人或丈夫是女人或妻子的頭嘛 所以這裡就認為說 喔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是女人應該扶 我們家的扶這個字呢 就把它原來主動的變成什麼 被動的 它原來是講說女人主動的有全筆 那現在變成什麼 女人是被動的事要 要扶在一個全筆之下啦 那接下來也沒有記號這個字 所以她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是女人應當在她頭上 對她頭上的東西有全筆 就是她有全筆有權力做什麼 全筆就包括義務 我們不要忘了 今天我們追求全筆都忘了義務的那一方面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要好好管理她的頭髮 然後端莊才顯出全筆 因為這幾道說 凡女人或太太 禱告或講道的時候要怎麼樣嘛 所以她有說 你要端莊 好好管理你的頭髮 你才有全筆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我這個領帶挖一邊 我頭髮很亂 看起來很邋遢 我講話大家想不想聽 是表面上很恭敬在聽 心裡講說 這個人大概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 我們不是說要穿最貴的衣服 而是說你外表要端莊 你在講道 禱告的時候才有全筆 所以這裡的問題 不是門頭問題 是在講這個什麼問題 在於髮型問題 在講這個長頭髮問題 因為你在注意讀下去 第十四十五節就很清楚了 這裡講說 你們的本性不只是你們嗎 若男人有長頭髮 便是她的羞辱嗎 但女人有長頭髮 乃是她的榮耀 所以你們想過 這裡明明講說 女人有長頭髮是她的榮耀 而是男人沒有的 那如果既然女人有長頭的榮耀 為什麼進教會要怎麼樣 要把她蒙上去呢 不通啊 所以在這裡 根本上完全不再講蒙頭問題 她講說 在教會裡面 如果一個男人 禱告我講到說 如果長頭髮 這是羞辱 不可以的 女人有長頭髮 是省給她的榮耀 但是你要怎麼樣 好好怎麼樣 管理你的長頭髮 不能讓她披斗散法 這是她原來要講的 所以在這裡看得很清楚 這裡在講長頭髮的問題 男人長頭髮是羞辱 女人長頭髮是榮耀 但是你要怎麼 好好管理你的頭髮 好的 接下來下一頁 會不會比較了解背景 保護為什麼談這個問題呢 因為古時候 這個髮型跟一個人的身分 是相關的 所以男人有長頭髮 在那個時候 男人有長頭髮 是一個同性戀者 要是羅馬祭司 第三是希臘某一派的哲學家 那女人如果散法的話 第一個就是淫婦 想要勾引男人 另外就是單身的 單身的他有這種自由 單身的 我們今天是一樣 今天我們知道 這個單身還沒結婚的姐妹 她比較有自由 可以做什麼髮型 等到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大概我們髮型都固定了 所以當年單身的比較可以散頭髮 還有異教的女祭司 他們在執行他們的勤務的時候 他們是散頭髮的 那另外如果女人 淫婦被抓到的話 因為剛剛他講說 女人的長髮是榮耀 所以呢 處罰她就是什麼 把她全部剃掉 所以這個被剃髮的呢 是什麼 是淫婦的這個懲罰 那如果男人短髮 女人短髮呢 是同性戀 所以 你要知道這些背景的話 你就知道為什麼 他還講說 男人不只能有長頭髮 女人如果不好好管理她的頭髮 就要怎麼樣 乾脆就把她剃掉 有沒有 所以這是這個道理 所以呢 基本上 他這裡 在講到說 在教會裡面 你要上台 把她講到的時候 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問題 還包括你的太太 你的配偶 你的新生理太太 一樣的問題 今天我如果在這裡 很邋遢的話 我太太有沒有面子 沒面子 一樣的 反過來 所以呢 所以他講說 對不起 下一頁 對不起 所以我講說 這裡 男人 長髮要衛衣檢 要為你的太太 如果你想留長頭髮 上台講道 不行 把她剪掉 所以這裡提到說 凡男人禱告或講道 若蒙著頭 就修入這裡頭 永遠根本不是蒙著頭 因為我們把翻譯成蒙著頭的那個字呢 永遠是什麼呢 是這個三個字叫 Kata Kefales Ehon 什麼意思呢 Kata就是 下面 Kefales是頭 Ehon是有 它裡面沒有講常話 它是講說 如果一個人 男人 禱告我講道 如果一個人 若頭下面有什麼東西 就修入自己的頭 那什麼意思呢 長頭髮 反過來 女人的話 再一次 女人禱告我講道 若不蒙著頭 這個字呢 原文是叫 這個 我把它這標 把它音標 用音標出來 它叫 A Kata Kavutos 這三個字 第一個這個 阿法 在希臘語是否定詞 就是否定後面的 這個Kata 剛剛我們看到Kata 那個字 它是加強用語 後面這個Kavutos 就是 有被蓋著蒙著的那種現象 所以呢 這個字 如果 照希臘語 你把它拆字下來 阿 Kata Kavutos 它是意思說是沒有蓋著 它沒有打到頭 它是說沒有蓋著 是沒有錯 在下面就是提到 你要了解這個 背景跟用法的問題 這時候如果 我們用這個 像Bible Works 軟體 你去搜尋這個字 在聖經裡面出現的地方 你會發現 它的用法是 彭走散法的意思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如果我們搜尋 這個釋養五節 這個 Akata Kabuto 這個字呢 聖經裡面總共出現三次 聖經裡面兩次 下一頁 就是 第十三頁 提到的時候 說什麼呢 若不蒙著頭 一樣這個就出現一次 但是另外一次在那裡呢 在舊約的契師一本 我們知道舊約本來是用西伯蘭人寫的嘛 但契師本翻譯的時候呢 我們看下一頁 它翻譯什麼呢 盆頭散法啦 這是指揚當年喔 有種大麻蜂 聖經裡面的大麻蜂 跟我們今天大麻蜂不一樣的意思 聖經裡面的大麻蜂是傳染病 所有的傳染病都叫大麻蜂 所以怕傳染給別人 所以呢 立位記裡面就規定 它外表有個特徵 讓人家老遠就看得出來 所以要叫他什麼呢 要撕裂衣服 要什麼 盆頭散法 頭髮很亂 所以讓人家一眼看得出來 這個人是有傳染病的 不要接近他 但如果你沒看到 你接近他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呢 他要蒙著上唇 好像我們今天戴口罩一樣 他要蒙著上唇 大聲喊什麼呢 不接近的 要什麼 要警告接近他的人 說他有傳染病 所以呢 這個希臘文呢 在這種現象裡面 他是在講盆頭散法 雖然沒有錯 你按照他的希臘文 你去猜字 你都不知道這個背景的話 你按照希臘文去猜字 他是沒有蓋著的意思 但是你看聖利文的用法呢 不是只有這裡 還有其他第一世紀 猶太人的寫作裡面 也是都是這種用法 好 所以這是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不能光看希臘文 你要看到這個希臘文 到底是在翻譯哪個字 好下面 很快 所以這裡你注意看保羅 第三節就講說 男人是女人的頭 或是丈夫是妻子的頭 你以為他在強調 男人丈夫地位高於女人 或是妻子嗎 你注意看 下面他怎麼講呢 他說 男人不該蒙著頭 就長頭髮了 因為他是神的形象和榮耀 但 下面什麼呢 你不要光看到前面 就說 嗯 男人是神的形象榮耀 女人沒有神的形象 不是的 他說 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那下面呢 他還講說 聖經沒有錯啦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還是由男人而出 並且 男人不是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為男人造的 但是他講說什麼 女人是應該什麼 自己對自己的頭髮上有什麼 是有權柄的 是別人不能管的 就是他自己要好好整理 在下面你注意看 所以他講說 是要互相尊重 在下面是什麼 互相依存 為什麼他講說 然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無男 男也不是無女 因為什麼呢 我們又辣掉 原文女中的兩個字 他說 正如 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同樣的 男人也是由男人而出 所以注意看 寶在這段裡面 他有在強調 男人跟女人哪個高哪個低嗎 沒有 他在解釋跟應用創世紀 第二章的用法呢 就是我剛剛所提的 彼此幫助 彼此欣賞 彼此聯合 對那個 一樣的 應用方式 所以呢 我跟他說明 大家不能光看第三節 講說 男人丈夫 是女人妻子的偷 你不能光讀到那裡 所以這什麼意思呢 我就是在 糾正當時的一種現象 我們提到 古時候是 夫妻社會 是男人當家 甚至呢 在希臘羅馬社會裡面 當父親的 可以把自己的兒女賣掉 是可以的 因為那是什麼 妻子跟兒 對不起 姐妹不要難過 但是還好我們不在生意世界 在生意世界 就位跟新月年都是一樣 女人 孩子 都是丈夫的財產 你注意去看 教育心裡面的寫法 是這個樣子的 那是古代世界 所以這種世界裡面 這種時代裡面 神怎麼要來轉化這種 不良的社會風氣呢 祂不是要大家走上街頭去立法 祂不是 祂是叫夫妻怎麼樣 彼此相待 所以呢 保羅在第三節講說 沒有錯 當時社會認為說 男人是女人的頭 或丈夫是妻子的頭 但接下來他怎麼解讀呢 彼此彼此 男人不能 男人自己一個人 沒辦法存在 女人自己一個人 沒辦法存在 所以大家什麼 要互相的依存 所以今天呢 我想我們就提到這裡 那接下來有關這個 美男機器會怎麼應用它呢 我們下次再來談 所以這裡給我們看到很重要的 下次我們談也是這樣一個道理 就是說 聖意裡面給我們看到 神怎麼要轉化不良的社會風氣 就是說這種男人至上的社會風氣呢 古代是 比我們現在是 是更盛的 但聖意裡面就是說 怎麼去轉化呢 不是從外面的立法 是從心裡面 大家去了解神的創造 怎麼樣 夫妻之間 彼此幫助 彼此欣賞 彼此聯合 好的 我們用一樓這個禱告才結束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你的恩典 賜給我們今天來 來 學習你的話 我們 就是求你的幫助我們 幫我們 知道這些資訊 可以 幫助我們在怎麼樣的 進一步我們來思考 還有求你聖領的帶領 讓我們知道怎麼樣在這個 男女 或是丈夫跟妻子的議題上面 我們能夠明白你的心意 能夠跟隨你的設計而行 這是我們的祈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好的 謝謝各位